叙利亚反对派活动人士号召抗议者星期五集会 要求建立禁飞区 这些活动人士在社群网站上发出呼吁 表示需要飞行管制来帮助保护平民 免受政府部队攻击 活动人士说至少8人星期四 在与叙利亚安全部队的冲突中被打死 他们说有些人是军队在叙利亚南部的 德拉地区展开突袭时被打死的 活动人士还说 军队与被怀疑是逃兵的人员 在利比亚中部爆发冲突 同样是在星期四 阿萨德的支持者在沿海城市拉塔基亚举行集会 一些人在集会中挥舞叙利亚国旗 并高呼支持政府的口号 大马士革星期三也举行了类似的游行 叙利亚反政府抗议者几个月来 一直在呼吁阿萨德总统下台